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上集說到 薩山王朝 迎來了第一個黃金時期 雖然說是黃金時期 但你也要皇帝有用才行 就像我們以前古代的帝王 你打了江山出來 你兒子敗家喜歡在家做責男 幾十年不上朝 你有錢也沒用 你黃金時期也沒用 又或者像乾隆一樣 喜歡到處下江南 敗家、養和生 整件事都沒辦法 所以看波斯也是一樣 沙浦二二世死後 接下來幾個繼承人 其實都是垃圾 但是 因為父親打了江山出來 又歌舞聲平 又太平盛世 所以其實 在接下來的一百年 波斯和羅馬 都依然和平相處 但是因為這些不肖子孫 搞到波斯每放月下 甚至乎可以說 江河日下 在國內慢慢出現封建割據 這個所謂集權的統治 亦都被逐漸分化 波斯的皇室 不只令子民捱肚餓 甚至乎還開始剝削一些貴族 搞到 無論是民眾和貴族 都越來越對皇室不滿 所以整個波斯的皇室 開始面臨內憂內患 為什麼是內憂內患呢 人民起義 貴族經常想推翻你 想分你權 除了內憂內患之外 外憂外患也有 其他的一些部落 也經常去侵擾他 甚至乎 羅馬帝國也開始發威 來到這個時刻 薩山波斯開始衰落 這個時刻 剛剛是羅馬帝國的分裂期 東羅馬帝國 即是拜佔庭 成為了波斯的主要敵人 維持這種情況 一直到公元的498年 薩山王朝才來到第二春 為什麼來到第二個春天 因為當時有一個國王 叫做黑雅登一世 他是一位賢君 十五歲的時候 在國家的危難之中登基 這個皇帝其實在任內 還被人廢過 曾經做過廢帝 為什麼會被人廢呢 因為當時政局已經很不穩定 他深知到王權 在他的手上握招不保慢 這件事也成為了他的教訓 他深知到如果不取回王權 其實自己也不會有什麼好的收場 後來在一群人的幫座下 他重登寶座 之後他就開始大力改革 繼續要振興王權 這件事就要看角度 如果在薩山王朝的角度 當然是叫賢君 如果在貴族的角度 在普通老百姓的角度 這便是獨攬大權 但其實我們要看宏觀一點 如果政局不穩的話 其實經常打來打去 裡面有內亂的話 大家都是民不聊生 所以其實維持國土的穩定 也是當時波斯王最重要的職責 波斯王克服了種種的困難 終於把波斯扶起來了 亦幫他的兒子霍斯奴一世 打好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他的兒子霍奴斯 其實是薩山王朝中 最成功的三大君主之中 最拉尾的一個 亦有評價說他是最成功的那個 那為什麼成功呢? 首先因為他長命 我們看回秦始皇的父親 做皇帝做了三年 你說他可以做了什麼? 秦始皇的爺爺做了皇帝一天 你想怎樣?你想別人怎樣? 怎樣成功?一天可以做了什麼? 說了一個國號 還是作首國歌? 你的史官就算想美化他 你也美化不了 做了一天皇帝三天皇帝 但是這傢伙又不同了 他長命 正正也因為他長命 所以他可以保證到他父親的改革 可以改得很徹底 他改革了一些灌溉的技術 保障了當時波斯人的生活 改革了稅務 緩和了一些農民的反抗情緒 以及一些地方勢力被人剝削的那種情況 控制著當地的一些地頭舍 其實他這樣做 很明顯 不是說真的為了你老百姓好 為了你貴族好 很明顯他想自己收回稅 把稅收放回他國庫入面 副產品就是幫阿里班的戰民 因為他要繼續他父親的政策 因為要加強他的皇權 所以他開始建立常備軍 而且很嚴格地訓練這些軍隊 這支軍隊究竟好不好打呢? 其實你靠吹水是沒用的 你吹到全世界都覺得你厲害也沒用的 因為未上戰場都沒有人知道你是否真的好打 但事實證明後來跟東羅馬開片的時候 他這支軍隊的確比拜占庭更加好打 又搞好經濟 又搞好軍事 又平定了內亂 當然有時間淫屍作隊 搞文化上的事情 在他在位期間 整個波斯的文化 也去到空前的繁榮 還有一件你呈悲的事就是 其實經常騷擾波斯的柔木暴落 有一個叫做白兇奴的民族 一下子被他滅了 兇奴的兇奴還要白兇奴 死!死完了 除了搞定白兇奴之外 又在拜占庭的手上 掠奪了一大筆的和解金 你們不夠打 不好意思賠錢賠錢 賠回幾十八萬兩的白銀給我們 逐年還不要緊 你搭來你搭來 應徵和味 實在還不到錢也不要緊 我們還有免息分歧的服務 又或者我們可以幫你齋務重組 總有辦法可以幫你解決到你的燕味資格 借錢 賺波士 還錢 賺波士 賠錢 賺波士 總之一系列的政策 令到薩山王氏的國力 也去到權力和世界巔峰 我們又進入了一個歷史循環 凡是老爸很厲害的那些君主 一個很強勢很厲害的皇帝 他後面那些帝王都是垃圾 因為他兒子又應驗了這個道理 他兒子在位十年之後 遭受到宮廷政變 被人推翻了 他的孫霍斯奴二世被擁立繼位 你說你繼位就繼位 換人就換人 有一個將軍不服氣 於是他不承認皇位 他自立為皇 你想想有一個將軍自立為皇 這個皇帝很害怕 於是他逃走 逃去拜占庭 你可能問他們不是世仇嗎? 為何要走到拜占庭 因為他不能選擇 他看回四周圍 除了拜占庭可以幫到他之外 沒有人可以幫到他 如果我是拜占庭的皇帝 旁邊的皇帝叫我過來幫幫他 我會不會這麼傻 無條件幫他 你不給我一些傻傻 所以拜占庭的皇帝想著通過扶植這傻傻 令到波斯臣服於他 行 以後你不叫我做楚管 我不收你做靈 沒辦法 欲除砧板上 你都走去別人的國家跪下 於是他答應了 所以拜占庭就幫他出兵 你一搞到勾傑敵國勢力 幫你搶回皇帝 很快將軍被人擊敗 他就恢復了他的皇帝 拜占庭兵幫你出兵 皇帝幫你搶回 你是不是應該給人家傻傻 但是他將一個很深刻的道理 告訴拜占庭 就是什麼叫做反轉諸土 就是屎 當他的皇位一坐穩之後 馬上和拜占庭反面 不僅沒有臣服於拜占庭 甚至乎還想和對方開戰 於是在公元602年 拜占庭的皇帝被人謀殺了 整個帝國陷入內亂 二世皇趁機率領軍隊 攻佔拜占庭 一度佔領了一大片拜占庭的領土 軍隊甚至乎已經去到 軍事坦丁堡的城牆底下 嚇到當時拜占庭的新皇 希拉克略差點要放棄首都走路 之前已經說過了 幸好希拉克略還尚算清醒 他重建了一支隊伍 快起反攻 之後還要遠征去到波斯 終於去到公元627年 在離離未戰役中 打敗了薩山波斯 二世被逼逃走 歸還他征服了一大片拜占庭的領土 見到他爹這麼沒用 二世的兒子謀殺了他父親 自此之後整個薩山王朝一蹶不振 過幾年之後 阿拉伯人開始崛起了 去到公元632年 阿拉伯人剛剛統一了阿拉伯半島之後 立刻進攻在頭頂的波斯 你為朋友 我們只能接受到 在我們頭頂上 有一塊白色的布 不可以接受 有一隻波斯貓在這裏 所以 不好意思 你們要消失 很明顯 這個時刻的波斯貓 已經不再對手了 節節敗退 最後直至被阿拉伯打到趴了 來到公元的637年 在阿拉伯人的強攻下 在一場卡迪西亞的戰役中 波斯的主力軍徹底潰敗 直至到公元的651年 逃亡的波斯末代軍住 被一個魔方的工人堆壞了 來到這個moment 顯赫了四世紀的薩山波斯王朝 也宣告game over 阿拉伯人正式接收了這片土地 波斯是否大結局了呢? 因為阿拉伯人佔領了這片土地 沒辦法 不斷都要說說阿拉伯人在做了什麼 所以我們下集繼續說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是陳老師 好有吉士 講講波斯 我們下集再見